冬吃萝卜下吃姜 不用医生开药方 每年这个季节我就会自己腌点酱萝卜 配上白粥真的爽口 买回的白萝卜洗干净 连萝卜皮一起对半切开 然后再切成薄片 加10克盐腌制30分钟 把腌制出来的水倒掉 我还用唇净水冲洗了一下 挤干 加入10克砂糖继续腌制30分钟 把水倒掉 再次加10克砂糖腌制30分钟 准备的主要调料调料 生抽老抽米醋 也可以白醋还有砂糖 锅里加少量纯净水 加入蒜片干辣椒生抽老抽 加入砂糖搅拌均匀 煮开关火 稍微冷却后加入米醋成腌制的汁水 经过一盐二糖的腌制后 用厨房纸巾把萝卜片的外面水分吸干 等至水彻底冷却后 加入吸干水分的萝卜片放冰箱冷藏过夜即可 腌萝卜片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